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Q是等于QM也可以 或者是有的书上就写Q 大Q 这个上面已经有电荷了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电路 这里还有一个电感器 它原先里头没有磁能 没有磁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switch 关到这边来 switch关到这边来 那么这个电荷本来它是QM了 -QM 它就开始放电 放电 它放电不会一下子放完 因为这个电路啊 起初没有电流 后来从没有电流 要变成有电流的时候 这个电感器 它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跟电流的方向相反 所以呢 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动势 那这个地方呢 振腹是在这里 然后它就开始电流慢慢慢慢的增大增大增大 这个电就放光了 放光了这个 这个时候磁能就变成最大啊 等到它放光 它就不能够再供应电流 这个时候电流要从最大值 突然要变成零 有这个趋势 它呢 又不高兴 它这个时候啊 你电流要减小 它就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啊 这边振 这边附 继续使电流流通 这样的一个电路 好 我们现在啊 把S关上去 当作T等于0 这个是T等于0 这个表示就是说 在T等于0的时候 我把这个switch关上去 假定 在10克T的时候 这个电路上面呢 capacitance上面的电量呢 已经变少了 然后这个上面 电流啊 从0已经变成I了 从0变成I了 那这个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它的circuit equation 列出来 我们设 T等于T的时候 那么 电容器 指电量 为Q 然后 电路上的电流 为I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用 克系合乎电压定律 KVL 走一个回路 它电压上升的数目 上升的电压 要等于下降的电压 你不管你怎么走 我们顺着电流走 好 这个是压身 这个是压降 压降 所以我们就有 压身的绝对值 要等于压降的绝对值 这是根据KVL得到的 好 那么VC是什么呢 VC就等于Q over C VC VL呢 它是电感器的感应电动式 我们要取绝对值 这已经是 我们要取的是绝对值 它 它 字感是这个 它是Di over DT 这个要绝对值 那现在我们看它的电流呢 电流是从0慢慢增加 所以Di over DT 是正值 因此这个就是正的 我们就 就摆在这里 Di over DT 那现在 我们就要看这个解 解这个维分方程 我们可以写说T等于 我们先看看它起初状态 起初状态 Q等于Qm 最大值 好 那么 Di over DT呢 就等于 就等于 L C 分至Qm 那就是说 它一开始啊 它电流就要增加 这个增加率 增加率是正的 就表示它的电流啊 越来越大 这是T等于0的时候的 电流增加率哦 好 那现在 我们就解 在任意时刻T的时候 任意时刻T 任意时刻T的时候 我们就解这个维分方程 解这个维分方程 L C跟L 它是常数 常数 但是Q会变 因为它不断的放电嘛 所以基本上的电量是减少的 减少的 那 电流呢 也持续在增加 好 这个时候啊 Q跟I不是常数 好 但是它们两个不是独立的变数 那么Q 那么Q跟I有关系 这个时候的I 跟Q有什么关系呢 它是等于 DQ Over DT 我们把这个Q 当做是 极板上的电量 极板上的电量 因为放电啊 所以它的Q是越来越少 DQ Over DT 本来就是一个负值 所以你乘一个负呢 负负才会等于正 才会符合于这个电流的方向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柿子里头去 好 带到左边 它就等于L DI Over DT 那就等于D平方Q 这是负的 抱歉 它是负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负号 负的L D平方Q Over DT平方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这个 二次的线性 微分方程 它是L C分之1 Q 等于0 这个形态的微分方程呢 我们在上车看过 就是Simple Harmonic Motion的一个方程式 如果这个是Omega平方的话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Q 就是一个Sine跟Cosine的函数 好 我们现在另一个 Omega平方等于L C分之1 或者是Omega等于 根号L C分之1 这个时候它就是 减弦运动的标准形态 既然是减弦运动的标准形态 我们立刻可以写出 Q T出来 可以解出 它这个解 二次方程这个解 是固定的 我们就可以解出 它是等于什么呢 因为它是最大值是Qm 所以它一定是Cosine的 Omega T 好 我们可以把它 不要 我们这样子写好了 A Cosine Omega T 加Phi 加一个 θ也可以 加Phi也可以 这种标准的形态 这种标准形态 好 这种标准形态 我们现在就要问你 这个A跟θ是常数啊 它是什么常数呢 那我们就要看这个 起初的状态 起初状态 我们说T等于0的时候 Q0是等于Qmaxima 那电流呢 电流是0啊 电流 起初没有电流嘛 等于0 这个是它的起初状态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先这个带进去 我们先把这个求出来好了 IT 有Q了 那IT呢 就带这个 -DQ over DT -DQ over DT -DQ over DT 好 那它就是 Omega A 你这是cosine嘛 我们取cos嘛 你取sine也可以啊 不过 sine跟cos呢 在解的过程里面有一点不同 但后来都会一样 Omega T 加θ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两个式子里面去 好 Q Q 在10克等于0的时候 在10克等于0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 它是等于A cos 这个是0嘛 就是cos θ 好 它要等于Qm M 然后I 然后I 在10克 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Omega A sine θ 好 这个要等于多少呢 等于0 好 我们解这两个式子 解这两个式子 哈 我们先看这个 Omega A sine θ 等于0 这两个是常数啊 这两个是0 我们就 就 没有意思了哈 那一定是什么等于0呢 一定是sine θ 等于0 好 θ 等于0 0 这个θ呢 可以 等于N π 那N 就是0 1 2 3 好 我们现在取最小的一个 哈 我们取 θ 等于0 取这个 最小的一个哈 好 当θ等于0的时候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是cos 就等于1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我们得 a amplitude 这是1嘛 就等于 qm 好 这个e决定了 c它跟a决定了 我们就知道 它的q跟t的关系 还有它的电流 跟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得出来了哈 所以我们就有q t 要等于qm cos omega t 如果c它是0 那么it呢 你就把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啊 这个 omega qm sinomega t 就解出来了 ok 就解出来了 好 那么 就是qm 从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啊 就是 这两个 这个是cos omega t 这个是sin omega t 但cos omega t 等于1 的时候 就是sin omega t 等于0 它等于正负1的时候 这个等于0 那也就是说 capacitance 它的极板上的电量 绝对值 不管哪一边正哪一边负 它的电量绝对值是最大值的时候啊 电路上的电流等于0 电路上的电流等于0 那么反过来呢 当 这个等于0的时候 sinomega t 可正 就是等于正负1 那也就是说 当这个电路上的电流 不管是这么流 还是这么流 电流是最大值的时候啊 电容器上的电量 电量 等于0 这个要记住啊 它有这个特性 OK 它有这个特性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 q 等于正负qm的时候 i 是等于0 i等于0 那么 反过来 q 等于0的时候 i是等于正负i maxima imaxima 就是等于 omega qmaxima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特点要 稍微记起来 哈 这个特点 OK 好 这个是我们 把这个 用这个 把电路给解出来 它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们自己去解 你们自己去解 看看哈 就是说 最初啊 这个上面的电能最大 这个电量等于0 电能最大就是 电能是二分之一 l i平方啊 那l是常数 i就是maxima 最初 电流最大的时候 这个上面的电量等于0 我们假设 maxima是这个方向 现在你要求 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计时 以后这个 这个 电流的关系 跟时间的关系 还有电量跟时间的关系 是什么 哈 你也可以 可以反过来做啊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 他现在啊 我们就已经是说 他从qmaxima 然后变成0 电流呢 从0 0 变成imaxima 那这个磁能就最大 磁能最大 好 当这个 这个时候呢 这个 voltage等于0啦 那这个时候 他就靠什么 来 来让电流继续流通呢 就是靠他的感应电动式 让i 还是圆这个方向流动 流动 你可以假设 好 这个时候以后 几秒钟 这个上面 又反过来了 这个q 这个-q 电流是这么 还是这么流 这么流 然后这个q 越来越大 这个i 就越来越小 那么 于是啊 最后就 电量都积在这里 正q -q 然后这个变成0 变成0以后啊 他就没有电动式啊 不能够再持续的支持他 那这个时候就 他又开始放电 这门正q 又开始这样子放电 放电 然后他就是一下这么放电 一下这么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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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叫做震荡电路 震荡电路 ok 好 好 那现在 我们 得到这个式子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啊 带进去 好 Omega 最后我们要把这个值带进去 我们就得q t的时候 q maxima 这是给我们的 cos Omega 是这个 cos 任意一个时刻的t呢 它是等于Omega qm Omega是等于根号 lc 然后再乘上sine i 根号 lc 分之1t 好 这就是它 任意时刻的 电流 跟这个 电量 电流跟电量 好 那么这个Omega在这里啊 Omega Omega Omega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简谐运动里头的 angular frequency angular frequency 好 那么 这个叫角频率 好 那么它的频率呢 就等于 Omega over 2pi 这个关系一定要记住啊 Omega 等于2pi F F等于Omega over2pi 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这个它就等于 2pi 分之1 乘上 L c分之1 那这个就是震荡的频率 震荡频率 震荡频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 看它这个时候 它是 电量 一下这边振 这边负 然后呢 开始充电 变成零 然后又这边振 这边负 它是一直在 变幻 变幻 好 那么 这个变幻呢 它跟我们以前讲的这个 渐渐运动 比如说 弹簧 接着一个物体 在水平位置 来回的震荡 这个时候它的能量啊 是由 动能 转变成为胃能 然后胃能呢 再转变成为动能 那这个时候的震荡是什么能量的互换呢 它是电能跟磁能的互换 我们可以看这个电能 好 它的电能 好 它的电能 1 是等于 2c 分至q 平方 这是任意时刻的电能 我们写这个 电能 是 时间的函数 是等于这个 是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把q 带进去啊 q带进去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就变成 2c 分至q maxima square 然后乘上cos 平方 L c分之t 这是任意时刻的 电能 因为 它是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前面这个呢 这个定值就是最大值 就是它能量的 最大值 能量的最大值 电能的最大值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 就写成 electric energy the maximum value 乘上 cos 平方 根号 lc 分之t lc分之t ok 那这里的 最大值 电能的最大值 就是 2c 分之qm square 好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磁能 磁能 电感器里面 所除藏的磁能 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L i i的平方 那你就把这个狮子带进去啊 这个是带进去啊 那它就等于什么呢 i平方 有lc lc跟它约到一个 就是2c 那么qm的平方 然后乘上sine 这就是任意时刻 它的磁能 磁能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这个是最大的磁能 乘上sine 平方 tlc 好 好 那么这个最大的磁能呢 好 那么这个最大的磁能呢 它就是等于 2c 分之qm square 你看 这个跟这个 一样 一样 哈 最大的 这 电能 等于最大的磁能 这个就等于 电能 的 maximum value 最大电能 等于这个最大的磁能 好 这个是我们分别来看 哈 总能 任何一个时刻的 总能 哈 总能 total 任何一个时刻的 总能 它等于 任何时刻的 电能 加 任何时刻的 磁能 你把这个 跟这个加起来 好 这个跟这个加起来 好 那它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 因为这两个一样 这两个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qm square over c 然后呢 sin平方加cos平方 等于1 就是这个 所以 它就等于 最 磁能 它就等于 电能的 maximum value 也等于 磁能的 maximum value 就是说这个 假如我们这个 电路里面 没有电阻的话 没有电阻来消耗电能的话 它的电能呢 里头 里头永远保持一个 总电能保持定值 这个定值呢 就是等于 最大的 最大的电能 也等于 最大的磁能 ok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 我们看到 它能量的这种 改变 你这个一定要记住 最大的动能 跟最大的这个 磁能 相等 然后呢 也等于它的 任何一个时刻的 总能量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个我们在 做题目的时候啊 往往我们会 用得到 会用得到 好 那现在 我们 就看一下这个 震荡电路的变化好了 震荡电路的变化 这个电路 就是说它 能量的改变情况 这个电路呢 它是这样子的 好 比如说最初 我们在这里 好 把这个扣上来 t等于0 等于0 那这个上面呢 是q ma maxima -q maxima 那么这个上面的 i 等于0 就是最初 i等于0的时候 这里头没有磁场 然后呢 它开始放电 放电的话就开始 它就变成这样子了 它这个电量就变成这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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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磁难 开始有磁难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画 这实际上的方向要看线圈怎么绕了 这里我们随便写的看不出来 ok i ok 好 然后它电流 继续流 这个继续放电 最后啊 它就变成这样子 q等于0 这是0了 然后呢 q等于0的时候 i就是 i maxima imaxima 然后这个上面的磁通 就最大 就磁力线很多 最大值 ok 这里当然也是imaxima i maxima 好 那么这一刻过去啊 它不再供应电 没有电压 没有电压这个电流呢 就要开始drop下来 但是这个就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反对它的电流下降 然后它就在这个方向产生感应电动式 然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 这个时候啊 它的电流还是这么流 不过变成i了 变成越来越小 不过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电流 因为它把它的能量放出来啊 那它的磁力线又变小了 磁力线又变小了 然后这里头就开始 充电 这个正Q 这个负Q 然后继续 继续供应电流 它就变成这样子 好这个变成最大 这个 也是最大值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电流就变成零了 我们刚刚说 这个上面电量最大的时候 电流就是零 这个上面电量等于零的时候 电流就是maxima 好 电流等于零它就没有磁场了 就没有磁能咯 这个时候呢 又反过来由它来供应 电流 它discharge 朝这个方向 discharge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么 这个就变成Q 这负Q 因为它是这样子 discharge 所以电流就反过来这样流 电流反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磁场就反过来了 是这样子了 这样子流 这样子的 然后呢 再继续 然后电流继续 到这个地方充满了电 这应该马上就 就换 就换这个就好了 我们就从这里 这里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 好 好 这个 充满了电以后 这边就 还没有还没有 这是负的 负的maxima 好 然后过来 我可能 这space还不够 然后这一边是 Q等于0 这边就变成 它是这么 这么流啊 那这个最后也变成0 那这个就是I maxima 然后这个 磁通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时候磁场最大 磁能最大 好 这是Imaxima 好 我们再来一个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上面不能供应电流啊 所以它这个电流就要 开始减少 它就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跟这个电流同方向 所以呢 这个时候电流还是维持这样子 I I 但是 这个地方的磁通就变少了 磁能变少 所以它也就变少了 然后这里头啊 就开始 有正Q 这里有负Q 负Q 然后就回到这里来 这样子 无限的 循环 无限制的循环 只要这个电路上啊 没有电流的话呢 就是无限制的循环 这就是一个震荡 好像我们减血运动 它没有阻力的话呢 没有摩擦力啊等等 那么它就一直在 永恒的震荡 好 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个震荡 电路 震荡电路 嗯 嗯 那么像这个值啊 像这个磁能 等于这个值 我们也可以把它 化成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Omega 是等于 根号 LC 对不对 LC 好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啊 我就把这个C画一下 它现在就变成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可以变成 二分之一的 Omega 平方 Q平方L 那也就是说 这个C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你看这个掉过来 这个拿过来的话 那就是 C 等于 Omega 平方 乘L C可以把它变成 C分之一 C分之一 等于这个 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这也就是磁能的amplitude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电能跟磁能的amplitude 呢 是相等的 OK 好 现在我们做几个题目 给各位看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题 以后你们书上的例题 比如说我们 Holiday有两本书 对不对 我给你的一本书 我用的一本书 还有别人用的一本书 你都把那个 那个那个 例题看一看嘛 出题目呢 很多时候都是出的 跟例题 很类似 例题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capacitor 这是一个震荡电路 我们说这是VC 这是C 这个是L 我们说T等于0的时候 VC等于Vmaximum等于70 57个Vo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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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的 这个L告诉你了 是12个 minihenry 我们现在要求 电路上的 maximum current 求maximum current 那你要怎么做 那你要怎么做 maximum current 好 我们就讲 maximum current的时候 它的电场 就是maximum value 6等于2分之1 2分之1 2等于这个2C分之Q Qmaxima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么 我们说最大的电能等于什么 最大的电能呢 它是等于最大的磁能 等于最大的磁能 好最大的磁能呢 它是等于2分之1L Imaxima Square 好 那从这里 这两个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它的最大的电流 就等于 Qmaxima Square over over LC 2分之1 2分之1 约掉了 就变成这个 OK 好 我们现在啊 大家都提出一个 本来 我现在能不能从这里解它呢 没有办法解 你只知道L C也没有告诉你啊 Qmaxima也没有告诉你啊 它告诉你的是什么 Vmaxima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 比如说我把Qmaxima 跟C提出来一个 好 那这个里头啊 它就变成 Q提出来 就变成1了 你提出一个C 那这上面就乘一个C 这个C平方才可以提啊 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OK C它有写 C有 我这漏掉了 C等于1.5个microfarad 好 这样子的话呢 那Qm 虽然没有给我们 但是Qm over C 它就是Vm 就是Vm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把 这个值带进去啊 Vm Vm 57 乘上 C1.5 micro 10的负6次方 L 12 乘10的负3次方 本来我们这里都要把单位写上去的 但我在黑板上 我因为可以用讲的 我就 就不写了 但是你要 不写的话你要把它画成 标准的 就是不要用什么micro 不要用什么miniVolt 之类的 我们就是Fara 跟Volt 你把这个算出来啊 它就等于 0.637个 安培 电流就等于这个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啊 假设说 T等于0 然后 这个是Q Q 这是-Q Q呢 是等于 Qm Q等于Qm 这T等于0的时候 那 电流等于0 电流等于0 好 那么 这个是VC VC VC 这个是VL VL 好 我们现在要求 A 求 任何一个时刻的 电压 好 任何一个时刻的电压是什么 这叫小血 小血是表示它是一个变数 变数 OK 不是QV 是QVL QVL QVL 或者应该是说求VL的Maxima 求这个VL的Maxima 这个电压的最大值 这个电压的最大值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说 好 假定 我们知道T等于T的时候 这是T等于0 T等于T 它就已经开始放电了 我们可以把这里画一个 画一个 这是T等于0的时候 它接过来 好 T等于T的时候 然后 Q已经放电了 QT 要等于QM cos Omega T 像这个值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它一定是cos 因为T等于0的时候 它是QMaxima QMaxima 你写sine就是0 好 好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 VC 这个时候的VCT 是等于 QT Omega T 好 那么 这一项啊 其实就是它的 我们先不要写这个 好 我们说 这个压降 要等于这个压降 这根据 这根据克希和夫 电压定律 我们说 有 KVL 我们知道 VLT 是等于 VCT 任何一个时刻 那它就等于 那它就等于 QM Om C 乘上 cos T 那这个就是它的 Maximum Value 这个就是 VL Maximum 这个我们写 这个地方写最大字 写这个大写的 乘上 cos Omega T 那 我们现在呢 就知道 我们这里 这个地方还是改 写成VLT 好了 VLT 你也要求VMaxima 也要求VMaxima OK 好 那么 其实它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值 这里告诉我们 它的 VC 是等于 就是前面 就跟前面那个一样 57个Volt 57个Volt OK 好 那么 这个 跟这个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就写成V C Maxima cos Omega T 好 那么 这个就等于 57个 cos Omega T 好 你现在把这个解出来 你就插一个Omega 没有求出来 那Omega Omega 等于什么呢 Omega 等于 更号 L 11分之1 你就把这个 值带进去算 值带进去算 那么 L 跟这个一样 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一题跟这个一样 那么 L是等于 12个mini Henry 12个miniHenry 你就把这个带进去啊 0.012 乘上1.5 乘10的负6次方 整个 开平方 分之1 好 那这个就等于 7454 radian per second 所以你现在就解出 VLT 就等于 57 乘上cos 7454 T 好 要注意 你这个地方要写单位 要写单位 你最后 最后的答案里面 你要把这个单位 要写出来 单位都要写出来 好 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再看一个题目 好 好 那么 这个上面Q 这是-Q 好 T等于0的时候 Q 是Q maxima Q maxima 他现在要求什么呢 Part A Part A 他说 当 电能 等于 雌能的时候 这应该加一个 的时间 的时间 Q等于什么 电量等于什么 好 当这个上面的电能跟磁能 相等的时候 好 capacitance上面的电量是什么 好 这个 非常简单 好 任意一个时刻 这个 电能是2C 分之 Qt的平方 好 要等于2分之1 L I平方 那等于这个 哈 OK 好 那么 就说 任意时刻 这两个 相等 这两个相等 那我们呢 就可以 把这个 呃 值啊 其实这个 两个相等 两个相等 我不是可以把这个 就是说 这个也等于他 对不对 这个也等于他 好 那现在我们说 total energy 要等于 任意时刻 的电能 加上 任意时刻的磁能 这就是任意时刻的电能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任意时刻的磁能呢 好 这个加这个 他等于他 那这个加这个 不是两倍的这个东西吗 所以他就是等于 我们写 两倍的电能 好 两倍的电能 好 他这个时候就等于 C分之Q 好 平方 好 C分之Q OK Total 他等于这个 两倍 任何一个时刻的 电能呢 就是这个东西的 两倍了 这个东西两倍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W Total等于什么 對不對 最大的电能呢 好 我们这个 一比较 好 我们就得到 任意时刻的 电能 任意时刻的电量 我们就求出来啦 C跟C约掉啊 好 他就等于 根号 二分之一 Q M 就等于这个 Q就等于这个 对不对 好 Part B Part B 我们要求这个 这个时候 就是Q 就是Q T 等于 T等于多少 T等于多少 也就是 他等于他的时候 T是多少 意思就是这个 好 那么 我们就 看这个 Q Q T 要等于 Q N Cosine Omega T 他是等于 二 根号二分之一的 Q Maximum 好 现在我们 给这个 数据来看看 如果 L是等于 十二个 十二个 Mini Henry C 等于 1.7个 Microfarad 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折 Omega 是等于 根号 L 11分之一 因为这里有Omega 你要把它 写出来 你要把它写出来 那么 它就等于 看看 这是放在后面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先看这个Qm跟Qm 我们约掉 Cosine Omega T 这个先 这个 最后才要用 从这里 Cosine Omega T 等于 更好二分之一 那Cosine Omega T 就等于 我们可以写 Omega T 要等于 四分之π 所以 Omega 它 是等于 这个 它要等于 四 T 分之π 四 T分之π OK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除T来了 T 我们马上可以解除来了 T呢 就等于 L C 乘 四分之π 那 就等于 四分之π 好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L跟C带进去 好 它是 12 乘 10 的 -3 Henry 然后 1.7 乘 10 -6 的法拉 好 这个 算出来 它是 1.1 乘 10 的 -4 的 second 那么 等于 110 microsecond 这个 都是 书上的例题 的 - - -